你說像台灣 我們現在呢 已經重回到三四十年前 台灣籍銀卡棒 那個台灣奇蹟的光榮時代 而且現在在國際上 坦白說台灣比任何時候 都還要抬頭頂胸 更驕傲 但是也請教這個敏寬 尤其是據說像 匯豐 渣打這樣的陰性銀行 他們還做了一個統計 原來台灣的隱形有錢人 甚至嚇死人 據說實力已經衝到全亞洲 都前幾名了 台灣據整個英系銀行的說法 是台灣籍銀卡目亞洲排第五 但其實有些數字 我們要來跟各位再細說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全世界台灣 重要的投信公司 都在台灣你知道嗎 台灣人特別愛出去 所以我們台灣那種什麼ETF 那個ETF在國外很難推 我們台灣買到爆 買到他還要再增資 然後那種好的金融保單 幾乎在台灣你只要說 廣告出去 然後真的要說到做到 幾乎都會有人買 所以台灣那種有錢人非常非常多 但很多人就說 台灣的年薪中位數才50萬而已啊 為什麼吃的住的 開的車都比別人還要貴 到底是怎麼樣呢 原來我們台灣有非常多隱形的有錢人 據傳每十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他有三千萬的資產 可以來投資 每十個人就有一個人有三千萬資產 而且這個是可以投資的資產 沒有錯可以投資的資產 就三千萬喔 這個是渣打銀行所說的 但我們台灣先跟各位談論 我每天都在從早到晚 都在關心全世界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那種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就要一個一個來說 各位你知道嗎 我最近看到賣魚飯了我都昏了 賣魚飯二三十年前那時候我剛入行的時候 我還是小夥子那現在已經是老頭子了 那時候一份賣魚飯一百三 你知道現在一份賣魚飯多少嗎 多少錢 四百二 四百二 然後重點是呢 你如果是加大兩片的賣魚飯要一千 一份賣魚飯要一千 我忍了 這個我忍了 過去我們吃那種豪華日本料理便當 你知道一輩子我吃過最豪華的料理便當是什麼嗎 是某一家博弈公司 那時候在五星級飯店 我們不知道他有出便當你知道嗎 我們中午去 然後他就給我們便當 吃那個便當三成的超豪華 然後呢 那個時候的數字呢是八百八 現在應該比較貴了 那已經是快二十年前了 然後呢日式便當一千塊 我們也忍了 可是各位你看到這個便當 又齊你看到這個便當你吃不吃 炒飯 辣味炒飯 主菜的話呢 是香煎牛排跟北翠鮑魚 所以他有牛排有鮑魚囉 先說 然後再來呢 副菜呢 副菜是XO醬炒蝦球 也有蝦球 青菜呢是黑木耳絲瓜 然後還有鹹點跟甜點 還有一個湯 一千塊 你要不要吃 你覺得賣相很差對不對 看起來賣相很差 可是重點是喔 這個也有賣 搞不好吃啊 搞不好很好吃 不知道 因為我們真的也沒吃過 可是各位 一千塊的便當 這個都有對不對 好現在呢 再講一個黑豬 吃貴盒的 小七大家知道嗎 小七現在居然親門大後 去搶民品店的生意 去搶百貨公司的生意 去搶Outlet的生意了 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不是在情人節嗎 情人節大家看到這個商品的時候 好昏喔 為什麼呢 我們居然我們現在的便利商店呢 賣這個包包 22萬到28萬 便利商店在賣 小七在賣喔 便利商店在賣 霸國的名牌包 當然因為他這個名牌 這個名牌大家都看得懂嗎 就是兩個C的那個 非常出名喔 但重點是在於 情人節商品這個數字也太大了吧 賣22萬到28萬喔 重點是呢 聽說有人買 還真有人買 而且因為重點是他限量 重點他是限量 但是呢 我認為覺得比較誇張的是 現在小七 第一個你去搶民品店的生意 第二個搶百貨的一個生意 第三個搶Outlet的一個生意 但後來我就沒有懂了 因為7-11他的後台 統一什麼都做嘛 所以呢有可能源頭是同一家公司 今年因為經過三年的一個 整個所謂的封控之後呢 今年大家可以出去了 結果大家可以出去之後呢 發現幾件事情 你知道全台灣住宿哪裡最貴嗎 南投 南投最貴為什麼 南投最貴 南投為什麼最貴呢 南投那個數字已經高到讓人覺得 匪夷所思的一個數字了 南投旅遊局說 我們南投平均的一個住宿 以飯店來說 是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元 這麼貴 但是重點是你看到他的取樣之後 你會覺得說原來是這樣 他取樣是什麼呢 他取樣的是日月潭旁邊的韓碧樓 日月行館跟整個雲品酒店 所以這個都是頂級的 先說這個都是頂級的 他也說官方神經 但有時候我們不得不談 很多的民宿價格比這個還貴啊 是 台灣那些有名的民宿喔 價格是比這個還要貴的喔 可是真的豪華漂亮舒服啊 要真的有達到那個狀況 因為今年過完年之後 很多人都已經對天發誓了 明年絕對不在台灣過年 真的今年到現在 不只是貴 貴 塞車品質又不好 今年特別從過年到現在 已經好多人都已經對天發誓了 明年絕對不在台灣旅遊 品質太差了 因為為什麼塞車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過年不是商店 全部市場都休息嗎 其實很多地方 你就想 你花三四萬塊進去吃 吃到那些所謂的產品之後 你明年打死你都不會去的 好重點來了 現在大家最有興趣的是房地產 那房地產現在就出現了 非常吊詭的一個情況 多吊詭呢 根據整個房地產公司 我們能夠撈到全部的一個資料 因為從去年二二年的下半年 因為疫情也三年了 整個預售是少一半是腰斬 但最近到哪邊 宛如魔音傳老一般 那個超級大案 你開車廣告什麼電台全部都有 網路通通都有 這個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然後呢 北部現在剩下這個超級大案 就在先生公旁邊在乘盤 對不對 可玄喔 佑琴跟你說多玄喔 他的公設是43%到44%之間 也就是說 他目前有三種房型 20坪30坪跟45坪 那你20坪的扣掉公設完 裡面剩十幾坪而已 所以第一個你要請設計師 你要把它設計好喔 為什麼呢你沒有辦法做一房一廳 你沒有辦法兩夫妻 絕對沒辦法做因為做十坪出筒 那你30坪的呢 30坪扣完之後呢 大概是15坪多 大概只能做兩房很勉強 重點是開75萬 開75萬 一坪開75萬 目前成交落點在62萬到65萬之間 重點是成交了500件 還成交了500件 還成交了500件 一坪72萬 很多人一年薪水可能還不到 沒有啊 剛剛不是說了嗎 台灣平均中位數是50萬6啊 對啊 然後他一坪開75萬 讓你殺六 目前的成交落點成交 實價登陸是在62萬到65萬之間 重點是賣了500件 所以還好有這個大案 他也撐住了喔 因為這個是新的 但是呢我們不得不說 台灣其人真多 你知道為什麼其人真多嗎 這個是非常出名的丁職戶 很多人要經過整個 高速公路的時候 都曾經看過這個地方 那現在呢 這個神了 跟他談了25年他都不賣 談了25年都不賣 他現在要賣了 現在便宜賣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再不賣的話 明後年就可以發現都市一線天了 為什麼呢 先來說 這一塊基地 本來呢非常的漂亮 就在大馬路旁邊800坪 然後呢 國內非常出名的金融機構 跟國內的上市公司 大建商兩家要一起做 然後買買買買 沿路一直買喔 買到最後剩一間 就這一間 17坪 17坪就是不賣 不賣 然後沿路呢 據傳了 因為這個案件是老案件的 因為以前我們的辦公室 在前面那邊 我們有那種地產組 每天回來都跟我們回報 我那時候在那邊 當研究組的一個頭 然後他們就說 沿路從400多萬一直談 對對對 你知道最高時候對到多少嗎 多少 8百萬 八百萬 一瓶八百萬 要買喔 地主不賣 一瓶八百萬還不賣 不賣 然後現在呢 一瓶八百萬 現在呢要賣了 這一瓶 我剛好跟各位說嘛 大概17坪左右嘛 目前呢 總共呢 一坪要開九百三十八萬 要賣一億六 可是他現在有一個麻煩的狀況 他就是自己在這邊十七坪 旁邊這邊是金融機構 這邊十七樓已經蓋好了 快蓋好了再修邊了 然後這邊現在地基已經挖下去了 要蓋二十一樓 作為總部大樓 所以這一塊地 未來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兩棟樓當中有一棟很很舊的樓 很舊的樓 那現在這個要怎麼辦呢 但我認為地主也其實也不用擔心 為什麼很簡單 反正就領老讀庚嘛對不對 四十年後反正他又會再讀庚一次 所以二零六五年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看吧 再來看情況怎麼樣 重點來了 最近根據周刊的一個報導呢 現在開始房價開始往下走了 那房價開始往下走呢 自助客要把握未來三年的 低價的一個好時機 那我因為為了這個節目 我們特別去問 檯面上那些有名的 那些所謂的房地產達人 我們大概都認識 他就說現在真的有殺價空間 那殺價的一個空間呢 目前呢預估是2025年房產會來到落底的一個狀況 那你如果說那我等到2025年其實也不用 你如果真的自助覺得這個社區不錯 這個學區不錯這個地方很合你的意思的話 目前的殺價空間在10%到15%之間 只要對方真的有需要他也願意 其實雙方是可以撮合的 但仔細想一想 真的是超級奇怪的 中位數是50萬6000 這個是全台灣的平均喔 1000塊的便當有人買 幾十萬的包包有人買 台灣的投資到處都有 重點是在於現在最熱賣的一個案子 一坪開75萬 成交65萬 那那些人的錢到底是哪來的呢 那些人的錢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